我只看见一抹黑影 但他的力量很强大 感觉像是相门功法 都没看到人就别瞎猜了 说不定是隐居的老前辈呢 可他刚刚说古长叶不该动他们 这个他们指的是谁 我们当中有谁认识这个人吗 好了 既然古长叶已经死了 我们就快点离开这里吧 众人正准备离开时 白景墨看到古长叶旁边掉落一张黄纸 那是什么 白景墨将黄纸拿起来 那是一张平安符 但跟楚婉婉和林志秋画出的符纸不一样 上面只有一个盘龙图案 这是龙 谁家平安符上画一条龙啊 先收起来 回去上朗搜索 众人回到民宿后 随着图片被传入网络 很快就搜索到了信息 盘龙罐 这是什么地方 信息显示盘龙罐是长兴一座很有名的道观 观众有个法师号称盘龙祖师 这图案就是盘龙罐的标志 古长叶这个妖道应该和这个道观有着某种联系 看来我们又有事情干了 明天我们去看看 晚上 民宿背面的竹林中 林之秋和黑影静静的站着 你都知道了 上一次看见她的模样时便猜出来几分 后来听说她和白锦默是兄妹 我便明白了 当年的事师父并没有对不起 可你却伤了师父 事已至此 我回不了头了 师弟 今天师妹已经对你的身份起了一心 往后尽量少出现吧 放心 她不会知道我的身份的 师兄瞧瞧我如今的模样 我敢在他们面前出现吗 怎么会这样 邪道意图不顺天不顺人 这便是代价 等着青色印记蔓延至眉心 我便会魂飞魄散 师弟 你虽然年长我几岁 但你比我晚入门 我是你师兄 我不会让你死的 师兄 在清月姐去世之后 我便注定了这辈子都不会好过 你这又是何苦 这件事不是你的错 谁说这不是我的错 说起言清月 柳宁天的语气便激动起来 身上的邪气也抑制不住的一处 触碰到邪气的竹叶在一瞬间变化为灰烬 柳宁天深吸了几口气才好不容易将自己的气息控制住 师兄 今日我来只有一件事问你 你是想问我为什么帮你拿走阴元珠吧 没错 当初师父被我打伤 晚晚下山寻阴元珠回去救他 是你告诉我阴元珠在师父身上 后又放我带阴元珠离开 你明知师父不想让阴元珠落在我手里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有些事情你不必知道 可我必须知道你会不会伤害晚晚和景墨 我不能告诉你我这样做的目的 但我发誓我绝不会伤害他们 师兄 我信你 跟我回去吧 师父会有办法帮你的 害死清月姐的凶手还没找到 我必须留在那儿 凶手不死我便无法回头 林之秋深知柳明天的脾气 他这样说就是没有一丝回头的希望了 好好保重自己 晚晚和景墨同样也在寻找 当年杀害阎清月的凶手 我会帮助他们的 谢谢师兄 柳明天露出一抹苍白的笑容 随即一阵阴风吹过 他的身影便消失在原地 第二天 众人来到盘龙道观 整个道观中弥漫着一股烟火气 还夹杂着一丝诡异的臭味 初晚晚闭上眼睛 江相气凝聚双眸 一阵龙音突然响起 震得他头皮 道观上空的香火烟气 忽然凝结成一条黑色巨落 泛着红芒的双眼看着初晚晚 随即又钻回道观中 这巨龙只是一个虚影就这么强 那他的本体该有多强悍 晚晚 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有些心神不稳 师兄 这罐主实力非凡 凭我们两个恐怕不是对手 先进去探探虚实再做打算 好 你们准备好 我要毒发了 初晚晚拖着扶下一颗死面丹 嘴唇忽然变得苍白起来 脸色也迅速呈现出 气沉沉的模样 晚晚 你怎么了 晚晚 躲在暗处观察他们的道士 见此立即跑过来 无量天尊 姑娘小心啊 道长 求您救救他吧 您要多少钱都行 先生 带这位姑娘跟频道来吧 宁臣立即抱着初晚晚跟过去 就在这时 白景墨也倒了下去 你带上他也一起跟我走吧 好 谢谢道长 道士让宁臣把初晚晚背到一个房间 明知秋也直接将白景墨放到初晚晚旁边 不行 这个男人给他放到别的房间去 不能在这儿 道长 救人还要分开救 他们两个情况不一样 那位姑娘犯的病更严重 需要盘龙祖师亲自治疗 是吗 那不知道盘龙祖师在哪儿 盘龙祖师岂是尔等凡人能轻易见到的 你们快出去 过一会儿盘龙祖师自然会来给他治疗的 话音刚落 一道黑云卷着雷电从虚空中出现 再察觉到房间里还有外人是一个冰冷尖锐的声音响起 怎么还有男人在 祖师饶命 是 是他们不肯离开 你就是盘龙祖师 林之秋眯着眼看着那团黑色雷云 在听到林之秋的声音后 黑云中冒出一只龙头 那龙头看向楚婉婉 眼中闪过怒意 你就是在关脉窥探本座的人 说完这句话 他又看向林之秋 微轻的片刻后便颤抖着开口 你 你是 盘龙还未来得及 说完就被林之秋一剑劈开了雷云 快走 直到跑出去几公里后 白锦末才慢慢把车速降下来 那 那条龙没追上来吧 哥 你怎么这么怕龙啊 那可是龙 还是条大黑龙 这种危险性极高的生物 我能不怕吗 楚婉婉看向坐在副驾驶的林之秋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你想说就说 不想说我问了你也不会说的 我以为你会逼问我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师兄不会伤害我 所以我也没必要逼问 你先把车停下 为什么 你先停下再说 不然我怕待货而出车祸 白锦末一脸不解 但还是听林之秋的将车靠边停下 为什么会出车祸啊 因为 这个 龙 龙小 你是龙